疫情指揮中心開設後 我們全體就總動員 跟著疫情戰鬥 各位 大家犧牲了假期 以及陪伴家人的時光 堅守在崗位上 大家辛苦了 現在每天到指揮中心開記者會的時候 應該是受視率最高的時候 記者會帶給社會大眾最新的訊息 每一個環節也都有很多人的投入 也是一個全民意志集中的時間點 不僅僅是一個記者會 更是一個大家團結的時刻 也更是一個大家凝聚 一個共同的意志來對抗疫情的時候 所以這個記者會 我要向各位說一聲謝謝 你們真的很辛苦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在照顧這個國家 在照顧每一個國人 所以這個不但是我們疫情中心 我們所有的同仁的努力 剛才我們在聽簡報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國家的總動員 有不同的部會 有不同的人在第一線或者在後勤 大家都全體的投入 以便是我們的產業界也都投入 所以不論是我們站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我們的醫檢人員 我們的藥師 我們的油務室 我們口罩隊的國家隊的成員 還有我們各行各業投入各項防疫任務的所有國家隊的戰事 我看大家的士氣都很好 那也知道自己肩負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的責任 就是我們要保護我們的選民 那這段時間由於我們的團結 讓台灣的防疫表現也受到國際的肯定 那麼過去我們組好的國家隊 現在我們就像我昨天講的要打入國際盃 和其他的國家一起來進行防疫的工作 因為病毒是不分國界全世界攜手合作 才能夠有最大的能量來控制疫情 幫助其他的國家也是幫助台灣 昨天我也宣布了 我們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基於人道的考量 我們將會在口罩 藥物 技術等三個方面來協助國際社會 我相信只要大家團結一致 一定能夠度過這次疫情的挑戰 那不僅是我們的陳部長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肩負的都是很沉重的責任 所以在這個當下 請大家務必要尊重 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總而言之 你們的健康就是這個國家的健康 那台灣需要各位 大家一定要尊重 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要保重身體 那這是總統的請求 也是總統的命令 一定要記住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